好啦 今天要拍的車比較特別 它是呢 說從裡到外 什麼都改 感覺你這樣整車花下來都可以 直接上一台EPO 馬力大約是多少 大概應該是XXX 我們大概有辦法體驗到威力嗎 可以 可以喔 OK 歡迎來到改車不歸路 改車真的是不歸路 好啦 今天要拍的車比較特別 它是呢 應該是說從裡到外 什麼都改 我們先介紹一下車主的入場 我們的車主 大家好 我是車主阿民 這台是2003年的GoPro Lancer 應該算是七八代左右的 七八代 那時候的Lancer 滿多人都是開一些鎮的 像VBO啊 然後鯊魚啊 這是比較經典類型的車子 那今天這台車 為什麼我想要先拍這台車就是 我覺得啦 它是裡面所有車子算比較用心的 然後從一台GoPro Lancer呢 把你的裡面到外面都改得很像 EVO 包含引擎 變速箱 對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外觀 外觀的話 我看得到的話就是這個 這是正Carbon 難纖維的 然後葉子板也是嗎 算玻璃纖維嗎 對 算玻璃纖維 對 然後就是前面的下巴 我其實很好奇 它這個下巴是 已經有人做好嗎 還是說 這算是手工訂做的部分 因為這個沒有出套件 就是比如說我想要什麼樣子 然後請人幫你做 是是是 OK 以前改車都是靠手工 現在改車都是靠套件 對 那車群一樣 他們是一起做的嗎 對 一起做的 一起做的 前中後這樣子 前中後 對 我其實對它的尾巴滿有興趣的 如果有一些比較 對EVO不太了解的話 他們可能看到後面就只會說 這個是EVO 對 但是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嗎 對 後面最大的差別的話 就是後雨刷 那基本上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台車 我沒有看到後面的時候 會覺得 還滿像的 然後打開引擎看又更像 基本上外觀的話就是尾翼 它可以調角度這樣 可以調角度 尾翼 然後上面是EVO的那個導流 鯊魚球 EVO真的這麼多鯊魚球 九代是這樣子 因為它原廠就有九隻 原廠就九隻了 OK 是 後面的話呢 來來來 來 有看過排氣管比我手還要大的嗎 欸 它比我拳頭還要大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以前都會看那個什麼 投文字帝啊 然後就是幾乎都是這個 然後包含什麼 鯊魚啊 也都是用這個 對 是 很帥 而且它的聲音很好聽 那基本上外觀的話 比較大樣的 我覺得這些是值得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學習一下 我們就搞一台車回來 然後全部給它弄成這樣 可以嗎 這樣會有人買嗎 在今天我們拍攝之前 我們有先聊過天 那時候我問了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我說大哥 你唯一裝這樣 你打開會不會撞到 他們打開 他們真的是有算過 打開然後跟天線 剛好是碰到 剛剛好 今天另外一台沒有出現 可能下一次才會出現 對 是 那一台呢 唯一比這個還要高 但是一樣剛剛好 對 我覺得觀眾比較好奇的是 你的引擎 該下方到底是藏什麼東西 如果是G63的引擎 就是所謂人家的紅頭引擎 紅頭引擎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我跟你講一看就知道 昨天剛騎完車 被發現了 一點灰塵都沒有 基本上 看到我可能 以前的經驗我會知道 但是有一些我還是想問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 廢氣回收桶 它這邊原本是放電瓶 對 原本是電瓶 那電瓶我後移了 對 移到後面了 這個也都是重做的嗎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它原本就是紅頭 原本就是這個顏色 對 原本就是這個顏色 這個是貼的 對 隔熱用的 隔熱用的 對 因為它本身 它是纖維的 纖維的貼紙 OK 然後 我覺得這個很帥 這個 你有看過人家 國外那個摩托車 發動 然後倒機油下去 這轉的那個畫面 有 這個應該也差不多 是這種畫面 但是它裡面沒有油而已 這邊就是單皮帶 對 單皮帶 這個我覺得很帥 感覺每一台車 如果都坐這個 感覺滿調的 是 沒錯 滿調的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用這個 就是因為 感覺上好像很厲害 它有真正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調整一些 就是 獨人走之類的東西 你說這個嗎 對 它這一支是整支的嗎 還是只有外面這一個 它只有外面的齒輪 這個都是可以去做調整 對 它可以去調整 我想問一下這個 這個我真的看不懂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EVC 就是 渦輪控制器 渦輪控制器 就是 巴數要調整 或者是一些調教的部分 是從這邊調 沒有 它是裡面有機子 當然它這邊要經過真空 那信號給 給裡面的機子 然後去做裡面的調教 喔 對 了解 這顆引擎的話 就是 EVO的那個 4G63 4G63 我剛開始看到這台車 我打開的時候 我想說 這個就是跟 Gobot Lancer 然後插一顆雷亞 後面想想應該不對喔 因為我記得 Gobot Lancer的話 前面應該是 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對 如果單Gobot Lancer引擎 應該是 插雷亞很難插吧 不會 因為Gobot Lancer它 引擎比較小顆 它這顆是比較大顆 這顆比較大顆 對 它原廠是1.6的 那這顆引擎下去 就是變成2.0的 2.0 2.0渦輪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 Lock這顆引擎之後 你的電腦有去優化 有 有去優化 就是寫Link 用Link的電腦 去做調教 對對對 全取代這樣 全取代的電腦 全取代的電腦 感覺你這樣整車花下來 都可以直接上一台EP 喔 是啊 就是個人所愛 個人所愛 這個水箱嘛 鋁製的 對 鋁製水箱 然後敷水箱 然後進氣 我覺得玩這種車 它不單單只是改裝 它有一部分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就是生美 但是這樣就是很漂亮 對 就整齊乾淨 對 這顆是什麼 進氣卸壓法 進氣的卸壓法 對 就是會 所以你開在路上 踩深一點 放掉它會 它會 這個是 對 因為這個是 算比較進氣型的 算比較進氣型 然後我看後面還有一個錶 這個錶是什麼 鋁油壓力 那你平常在開 你要怎麼知道 基本上 因為那個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對 如果要檢查 就是發動 然後這樣子看 對 或者是熄火的時候 看它壓力 這麼正常 會不會很快就掉下來之類的 對 而且正常應該是 不會很快掉下來 對 它其實也有出裡面的錶 就是連接到 對 三環表之類的 也是有 我看這種改方車 有一些東西看不懂 又看打開門 哇 一二三四五 然後有的是三環 然後有的五個環 看到那些 哇 那個就是 單獨就是 把一些數據抓出來看 對 就是要監控嘛 因為就是整個要監控 這一顆引擎的 一些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 避震 底盤 旅圈的話 你有特別去挑嗎 旅圈是 覺得個人喜好 喜好就是喜歡這種顏色 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我看你卡錢是改D1 對 前面是 四火塞 對 大四火塞 大四火塞 然後配一個BC的 BR避震 BR避震 對 可以 做起來感覺怎麼樣 你會覺得它是懸吊不要的意思 是稍微再硬一點 硬一點點 對 現在看到車內有 1 2 3 4 6 6個環 這個是水溫嗎 對 水溫 油壓 然後這個是 海溫 然後這個是 油溫 油溫 左邊那兩個錶 這個是 渦輪 這是 空欄 空欄 我現在是看到蠻多錶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 超轉燈 超轉燈 對 它是超轉燈的控制 那這個咧 那是 EV7在調整 烏輪的霸數 就是說 你有可能設定 打1.0 B模式 就可以打1.3 1.5 這樣 可以從這邊焊去調整 這樣 對 所以你以後這台車 變速箱也是 四百熟 然後是多變式的 幾個你知道多變式的 原器是什麼嗎 不知道 你聽到剛剛 古拉吉才阿學的時候 一個人 六聲音嗎 對 這個是多變式的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就是 算是馬力大的話 比較抓得住 比較不會打滑 對 變速箱比較不會打滑 哦 對 像這樣子 換了4G63的引擎 你有大概去算過 就是它的馬力大於是 大概 應該是300多 那也是比一般 一般比一般要大 原廠的來講 三般比一般來的 要好一些些而已 好一些 對 那你剛開始 自改鎖之後 你才這個 離合機會很奇怪 是不會 因為本身 算是 職業 算是開車的 哦 對 整體我覺得不錯 以03年的車 改成這樣子 那有一些是它 現天就缺少 這個沒辦法去改善 像整體的底板隔音那些 你到底有辦法體驗到 威力嗎 可以的 它的威力 可以喔 要用東西擋掉 雙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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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感覺 它這個感覺跟你開那種 性能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人家有一些性能車 它的塊是線性的 但這個不是 就是每一下都 對 踹你一腳然後再踹你一腳 對 因為它這樣跟正的EVO 現在只差在地板 對 差在地板 二區跟四區的 對 可是我覺得二區的比較好玩 可是四區 四區會不會讓你覺得說 太安心了 好像沒有那種刺激感 就是比較穩 比較穩 對 比較穩 然後前驅車 可能就是要稍微 手要稍微忙一點這樣子 對 然後有一點技術這樣子 對 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這樣子開啊 現在設定的那個 Wallonbar是多少 目前是1.3這樣子 那你有試過它的緊繃 是達到多少 我目前狀態可能 可以達到1.5 1.5 對 可是是不是差那0.2 就差很多 個人是覺得還好 真的假的 對 個人是覺得 可能是開習慣了 就覺得是還好 真的 很厲害 光這部 這顆引擎跟變速箱就值得 隔音啊 什麼老化啊 那個 沒差了啦 就剩這個就好了 對 因為這種車 你要收到隔音 現在的車都隔音比較好 對啊 一定 那我覺得這個是算 愛好嘛 因為有人就是喜歡這種車 而且坦白說啦 像我們改車 幫你改 像比較新的車 跟改這種車 本來是這種車比較花錢 消磨搭 然後年份比較久一點 那些耗材 會換得比那些 其他車還要快 真的要很有愛 你要很有愛的那一種 所以你這台車大概擁有多久 擁有大概十多年 你這十多年當中 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要換車 曾經是有 但是放不下 我放不下 放不下 就覺得還是開車太好了 有感情 有感情 現在我們真的很缺車 一定高價收購你的愛車 等你喔 怎麼樣 蛤 我就希望我的車也可以這樣子 你的車可以 你車要變這樣喔 很帥欸 平常路上開是不敢這樣子 對啊 然後就去原地這樣子而已 OK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這台車的改裝 方便透露一下就是 這台車從零到有 大概花了多少錢 呃應該是算起來可能是 近擺 擺在這邊 淋在這邊 是近擺 還是近擺 剛好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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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也不好說 所以已經數不清了 對 數不清了 有時候就是改一改 然後調整 OK 覺得這個不行 換另外一個 都很多消磨比 消磨比 對 那你會建議 譬如說 譬如說我很喜歡 可能動力方面大一點的車子 然後如果預算不夠 你會建議說 我可能像一樣跟你一樣 可能買一台 COPORANCER 然後再下去做改裝 或者是說 我可能捏一點上性能車 以國產來講 其實像喜美 它的CP值就蠻高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會開一些什麼 K系列的 其實他們性能部分 就算還不錯啦 對 因為他們的車 改裝幅度也可以比較大 因為有一些車 它可能本身條件沒那麼好 它改裝方面 可能你要花得更多的 更多的錢來去改裝這樣子 就變成CP值沒那麼高 可是以改裝來講 應該是手工的 費用會比較高 對 手工 因為手工這個是取向於店家嘛 就是坐一坐 然後上去 欸 哪裡不對 在修 對 個人化的感覺 嗯 沒錯 很像 這個車在路上 這誰啊 很明顯吧 很明顯 會嗎 會嗎 你要玩這種車 你一定要很有愛 你如果 沒有堅持到最後 像現在這個樣子 前面都是浪費的 對 既然做了 就做到最好這樣 就做到最好 對 它可能不是最好 當然它在我心中是最好 沒錯 對 很讚 聽說後面還有好幾台車 預告一下 後面還有 五台吧 對 當然不完全是這種車啦 當然也有可能是比較經典的 正的EVO啊 或者是 馬自達 SUBARU HONDA的一些經典車子 好 那有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 後續還有五台車在等著你 可以關注一下我們的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好 那有機會的話呢 公司的粉專 還有IG 如果我有照片的話 我可能會先稍微 PO一個燈 讓你們猜一下要什麼車 好不好 OK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我們的車主 謝謝 兵哥 感謝 OK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